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盤前美股 因为美国感恩节的关系 所以休失一天 我们直接看到台股部分 嘉犬今天波动降低 在周线附近徘徊 月线已经正式上穿半年线 但周线的扣底值逐渐垫高 Guin买在经历昨日创高的上影线后 和嘉犬一样波动相对较低 周线扣底值逐渐垫高 处于相对高点 Put Core Ratio为105.7 选择权16500 Put虽然增加最多 但看最近位置为17150 Put增加2338口 最大位平仓为17050 Put 而17400口增加1614口 最大位平仓为17500口 变动区间为17150-17400 近日成交量较低 个股也无明显波动 可以注意到11月21号大涨后的几天 指数皆进入整理没有明显方向 投资人要留意是否会脱离大涨的高低点方向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周见 口袋证券双系的活动开跑咯 只要在11月30号前完成一笔美股交易 就可以享有VIP手续费及低销优惠 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优惠 可以点选下方说明栏 以及留言区的连结了解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